国民党立院的党团就评估了 在立法院长王金平 今天将要再次召集朝野协商的情况下 郑索税的修正案有机会在今天完成三读 由于今天是立法院这个会期的最后一天 台链昨天表态的他们要支持郑索税修正案 也让郑索税在今天闯关露出一线的生机 民进党预计在今天召开党团大会来延商 根据了解王金平跟朝野党边沟通的时候 表示希望郑索税这个案子能够尽速地完成三读 来降低台股的不确定因素 台股再度陷入低量的胶着状态 不少人将矛头指向郑索税修法延宕 府院党周四刹盘推演达成持续沟通 不对在业党口出恶言 以财委会出审版本为主 行政官员不道歉这三项共事 全力争取郑索税案在周五院会表决处理 不确定是赶快呼吁赶快通过 郑索税赶快通过 那刚刚徐天才委员一直要求我们要道歉的话 这个部分 我们加强沟通 你会不会私下让他道歉 加强沟通 加强沟通 谢谢啊 谢谢 经过立法院长王金平的沟通 台联表态有条件支持三读 不再阻挡 亲民党团则是计划次提版本要求表决 这是民进党面临庞大的压力 总召科建民松口表示 周五愿意参与立法院长王金平召开的朝野协商 但是强调结论未定 郑索税修法气氛逆转 一扫周三因为民进党缺席 造成协商破局的阴霾 马上有应该道歉啊 那张部长也应该下台啊 放火也是他们 今天要灭火也是他们 要给个说法嘛 对于在野党态度松动 国民党书记长赖世宝表示 现在是趴在地上匍匐前进 有一丝丝希望 如果民进党团同意周五表决 国民党团一定会祭出党记确保篮尾一票不跑 一旦顺利三读 专家预料台股将拉出中红 上演庆祝行情 直接挑战8500点天险 但后续指数掌声力道 仍然要回归基本面 检视上市公司五六月营收 以及第三季忘记切单表现 东三谈新闻综合报道 n certified 6